最近,随着中国女排奥运会资格赛和杭州亚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,留给北伦集训中心备战的姑娘们,那时间也不多了。 最近蔡斌已经公布了奥运会资格赛的大名单,估计亚运会的名单出处也不会很大。 但让人意外的是,在大名单里依旧没有朱婷,这样不少一直对中国女排主攻位置忧心忡忡的球迷更加担心。 毕竟在国际大比赛里,我们目前能依仗的只有一个李宁。 在李盈盈对角位置的选择上,国家队做出了不少尝试,只有王云露算是勉强可以让人满意,但也不是最让人放心的存在。 所以,要想在亚运会里夺冠,以及奥运会资格赛也打出了拿到小组第一的成绩,这两个目标对中国女排来说还是很困难的。 就在这个接骨眼,集训中心暴露出来的一组照片又传来了坏消息。 那就是目前的第一主攻李盈盈,疑似右手受伤了。 在媒体最新曝光的训练照片中,中国女排的主力选手李盈盈虽然精神饱满,动作完成度也很好,但仔细看却能发现,她的右手掌和五指都裹着厚厚的纱布。 如果是为了正常的保护,那应该有护腕就够了,没必要缠得这么结实。 所以,只有一个可能,那就是她的手腕和手指确实是受了伤。 目前可以正常训练,估计不是特别大的伤病,但这意外影响并不小。 照片发布后,不少球迷为她担心的同时,也觉得庆幸。 毕竟李盈盈是左手进攻的,但球迷们也高兴得太早了,她的两只手同样重要,右手更是承接了大量的一串工作,所以接下来希望她可以早点恢复健康吧。 还有不少球迷对李盈盈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担心,毕竟她今年才22岁,就已经在各个比赛里都要打满全场,长次以往,身体的损耗程度是不可逆转的。 要知道,之前的朱婷就是因为伤病才离开了赛场,还有不少运动员,打球都是以牺牲健康的方式来拼成绩的,实在是过于冒险。 希望国家队可以重视起来像李盈盈这样优秀球员身体的可持续发展,积极为对人的身体情况做好规划,该休息休息,该拼再拼,好钢也要用在刀刃上,作为绝对的核心主力,李盈盈的健康十分重要。 那么,对于李盈盈这次的伤病,和之后的两个大比赛成绩预测,你怎么看呢?